自能化和数字化是电子科技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绿色可持续也是电子科技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们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一体的传感器芯片和传感器的公司 目前我们公司的设备满足一年3000个晶圆的生产 然后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试制过程 然后下一个月就可以正式的开始批量生产 目前我们在德国的子公司已经将我们的汽车压力芯片 提供给了奔驰商用车的供应商 目前他们已经开始采购 As you can see that I'm dressing up and wearing this high protective clothes I'm actually at the production line of this重庆四连 sensor technology company This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his high-precision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Pressure chips, sensors, safety system products MEMES是一种基于机身电路发展起来的芯片技术 它主要是将传统的物理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来实现感知 这个是我们压力传感器芯片生产最为关键 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 它是一个施法课矢区 它主要是通过化学腐蚀的方法来形成敏感磨片 相当于就是在压力传感器的背部 通过施法腐蚀来形成一个深的刻槽 我们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对四个系列 41种规格的压力芯片的设计和试生产 当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整个工厂的对智能化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比如说像生产的工艺上面 对环境的要求是相当可可的 从万级到百级的洁净度有要求 然后对恒湿恒温也有要求 然后这一切都需要智能化的环境系统来控制 当然对于设备也同样有智能化的一个需求 自动化 然后甚至大部分的设备的起点就是半自动 所以这部分的智能化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